屏東東流線船公司後船室出現室內瀑布 真的不是一滴兩滴而已 漏水多到幾名工作人員 得拿出大桶子來接 搭船民眾看傻眼 順手拍下直擊畫面 工作人員設法排除 才發現是屋頂排水管雜物阻塞 讓後船室下起小雨來 封面來襲強降雨 海上不佳 也讓往返東流線旅客在船艙內 隨著浪投高低起伏 來到臺南 靜香團走在臺南市區道路旁 神教上方多了遮陽帳篷 當神明的大雨傘 陣縫南昆森戴天府靜香旗 一頂又一頂的帳篷 也在廟前出現 靜香隊伍陸續抵達廟前廣場 一度因為大雨淹到腳踝 信眾涉水而過 陣頭斬眼也受到場地限制 神教車更是直接開到遮雨棚前 接神明上車避免再淋雨 臺南永康還有民眾直擊雨鋪 大雨下不停 週日臺灣各地嚴防豪大雨 晚間封面往南移動 北臺灣降雨趨緩 中南部山區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直到週一週二降雨才會趨緩 但中南部和東南部還是會有零星陣雨 那到禮拜一之後 封面移到了巴士海峽 臺灣附近的天氣會稍微變得比較穩定 全臺連續降雨 各地都有局部豪大雨發生機率 山區容易有貪方落實 提醒民眾外出還是不能大意 三地新聞南部綜合報導